以赛亚书十三章一到二十二节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 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 使他们进入愧疚的门 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 我招呼我的勇士 就是那金花高傲之辈 为要成就我路中所定的 山间有多人的声音 好像是大国的人民 有许多国的民聚集 轰狼的声音 这四万军之耶和华点起军队预备打仗 他们从远方来 从天边来 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 要毁灭这全地 你们要哀嚎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 这日来到 好像毁灭 从全能者来到 所以人手都必软弱 人心都必消化 他们必惊慌悲痛 丑骨必将他们抓住 他们疼痛 好像残烂的妇人一样 彼此惊奇相看 脸如火焰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 愤恨 怒恋怒 使这地荒凉 从其中 除灭罪人 天上的众心 群羞 都不发光 日头一出就变黑暗 月亮也不放光 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 因罪孽刑罚恶人 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 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 使人比恶匪纯金更少 我万君之夜华在 愤怒中 发烈怒的日子 必使天震动 使地摇汗 离其本位 能必向被追赶的路 向无人收据的羊 各归回本族 各逃到本土 凡被仇敌追上的 必被刺死 凡被捉住的 必被刀杀 他们的婴孩 必在他们眼前摔碎 他们的房屋 必被抢夺 他们的妻子 必被玷污 我必激动 马代人来攻击他们 马代人不注重银子 也不喜爱金子 他们必用功 集穗少年人 不怜悯 妇人所生人 也也不顾惜孩子 巴比伦素来 为列国的荣耀 为迦勒敌人 所精夸的华美 必像神所请妇的 索多玛尔摩拉一样 其内必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 只当帐篷 牧羊的人 也不使羊群 卧在那里 只有旷野的走兽 卧在那里 咆哮的兽 满了房屋 鸵鸟住在那里 野山羊也在那里 跳舞 豺狼必在他 宫中呼好 野狗 野狗必在他 华美殿里吼叫 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 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以赛尔书十四章一到三十二节 耶和华要连续雅各 必在拣选以色列 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 紧贴雅各家 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 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 得外邦人的苦逼 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 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 烦恼 令人勉强你所做的苦功 得享安息的日子 你必提这诗歌 论巴比伦王说 欺压人的合计行面 强暴的合计 止息 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 辖制人的归 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 在愤怒 在怒气中挟制列果的 行逼迫无人阻止的 现在全地得安息 想平静 人皆发生荒忽 松树和黎巴嫩的香薄树 都因你欢乐说 自从你扑到 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 你下到阴间 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 又因你震惊动在世 成为首领的阴魂 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 都离位战起 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 你也变为宛若像我们一样吗 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 你的威势和你情色的声音 都下到阴间 你吓扑的是虫 上盖的是举 明亮的诚心 早晨之指啊 你合计从天坠落 你这功拜列国的合计 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星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凡看见你的都要定心看你 留意看你 说使大地战斗 使列国震动 使世界如同荒野 使成意寝负 不是放被掳的人归家 是这个人吗 列国的君王 聚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 唯独你被抛弃 不得入你的坟墓 好像可赠的枝子 以被杀的人为一 就是被刀刺透 对落坑中石头那里的 你要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 你不得与君王同葬 因为你败坏你的国 杀戮你的民 二人后裔的民 必永不提说 先人既有罪孽 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 免得他们兴起来 得了遍地 在世上修满诚意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兴起攻击他们 将巴比伦的名号 和所剩余的人 连子带孙一并剪除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巴比伦为 建筑所得 又变为水池 我要用灭亡的扫帚 扫尽他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 启示说 我怎样施底相 必照样成就 我怎样定义 必照样成立 就是我在地上 打折亚述人 在我山上将他践踏 他家的恶 必离开以色列人 他家的重担 必离开他们的尖头 这是向全帝所定的旨意 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 万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 谁能废弃呢 他的手已经伸出 谁能转回呢 亚哈斯王风的那年 就有以下的末世 这一是全帝 不要因击打你的杖 折断就喜乐 因为从蛇的根地 伸出毒蛇 他所伸的是火焰的非荣 平行人的长子必有所食 穷乏人必安然躺卧 我必以饥荒制食你的根 你所剩余的人 必被杀戮 门啊应当哭好 臣啊应当欢呼 非利是全帝啊 你都消化了 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 他行武中并无乱队的 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 必说耶和华建立了西安 他百姓中的困苦人 必投奔在其中 以赛书第十五章一到九节 论摩押的末世 一夜之间 摩押的雅尔 变为荒废归于无有 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 变为荒废归于无有 他们上八亿又往底本 到高处去哭泣 摩押人因泥泼和谜底巴哀嚎 个人头上光秃 无需踢进 他们在街市上都妖树麻布 在屋顶上和宽阔处聚个哀嚎 眼泪汪汪 西石本和以利亚利 悲哀的声音达到哑杂 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狼 人心占心 我心为摩押悲哀 他的贵咒逃到索尔 到伊基拉斯利斯亚 他们上鲁西坡 随走随枯 在和罗念的路上 因毁灭举起哀声 因为淋淋的水成为干涸 清草枯干 任草灭没 清律之物一无所有 因此摩押人所得的财物 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 哀声片闻摩押的事竟 哀嚎的声音达到乙姬连 哀嚎的声音达到敌耳乙灵 底门的水充满了血 我还要加深他们的灾难 叫狮子来追上摩押所逃脱的闽河 那地上所余胜的人 以赛尔书十六章一到十四节 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了 从希拉往旷野 送到西安城的山 摩押的居民在养刃渡口 地上游飞的鸟如菜窝的树 求你献磨略行公平 施力的影子在五间如黑夜 隐藏被赶散的人 不可显入逃命 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 和你同居 至于磨压 求你做他的隐秘处 脱离灭命者的面 勒索人的归于无有 毁灭的是止息的 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 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 必有一位成人时人坐在其上 在大会账户中施行审判 寻求公平塑行公义 我们听说磨压人骄傲 是极其骄傲 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 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 因此磨压人必为磨压哀嚎 人人都要哀嚎 你们磨压人要为吉尔哈列社的葡萄饼 哀叹极其忧伤 因为西石本的田地 和西比马的葡萄树都衰残了 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 这枝子长大雅蟹沿道旷野 任之向外探出直探到沿海 因此我要为西比亚的葡萄树哀哭 与雅蟹人哀哭一样 七十本以利亚利亚 我要以眼泪浇灌你 因为有交战的呐喊的声音 临到你夏天的果子 并你收割的庄稼 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 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 也无欢呼的声音 踹久的在酒架中 不得踹出酒来 活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 因此我心腹为摩鸦哀鸣如情 我心肠为吉尔哈列社也是如此 摩鸦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 又到他圣所祈祷 也不蒙应语 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鸦的话 但现在耶和华说 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述 摩鸦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 剩余的人甚少无几